由东方卫视轻力打造的大型体育励志综艺节目《报告教练》 在告别了羽毛球场后呢 将于今晚迎来一项全新的训练项目《足球》 对于即将到来的足球教练 从BACAM到梅西 明星学员们也有了自己的猜想 那么最后出现在训练现场的教练究竟会是谁呢 报告教练 我现在这里有20件球衣 没错 他就是现任中国国家队队长 以及广州恒大队队长的郑志 他不仅获得过五次中超冠军 在2013年的时候 还获得了亚洲足球先生的光荣称号 而教练郑志带来了20件球衣 让学员们自己选择喜欢的数字 没想到却因此展开了一场10号球衣争夺战 我要10号 我也想要10号 10号是我的 你们不要强 10号是我的 我的 不是10号不是队长的吗 不是啊不一定啊 因为10号球衣代表一支球队的灵魂至关重要 因此 正值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夺10号球衣 大家看啊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10号球衣挂在这里了 我希望大家在这几个星期的训练之后 能够让我看到你们的进步 能够让我看到你们能够有这个资格穿这个10号球衣 除了要接受严格的足球训练 这次明星学员们还要面临严峻的生活考验 来到乡下的他们都只能住简陋的大房 究竟6位明星学员能否经受住身心上的双重考验 圆满完成任务呢 10号球衣最终又花落谁家呢 进行锁定 今晚9点30分 东方卫视报告教练 亲爱的再现 综合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